近日 2023中国好声音因李文事件引发观众对节目公正性的质疑 不少人表示要抵制这档节目 而在18日播出的第四季中 更有网友发现了明显的黑幕操作 当时游门岛乐队选择了明选模式 用原创歌曲爱本身来争取导师的青睐 明选模式的规则是 导师可以看到选手的表演 然后决定要不要转身拒绝他们 而毛选模式则是导师一开始就被对选手 只有听到满意的声音才会转身接受他们 这是2023中国好声音与网界不同的地方 然而在游门岛乐队唱到三分29秒的时候 潘伟博却遭遇了尴尬的一幕 他明明没有动手去按按钮 椅子却自己撞了起来 表示他放弃了游门岛乐队 从他的表情和嘴形可以看出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连猛 画面曝光后网友感到愤怒和不满 有网友表示他手都放腿上了 避嫌了 还有人吐槽 完了被绑架了就眨眨眼 也有人吐槽潘伟博 他的恩氏李文被这节目欺负 他还要去 如今好声音在暴黑幕 对此你怎么看呢